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泛被世界各国的人们所接受 然而为什么日本武士要佩戴一长一短两把刀呢? 对此坊间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流传比较广的是长刀杀人 短刀是拿来抛覆的 那么真的如此吗?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主流日本武士形象 所佩戴的两把刀长得一般是打刀 短的是斜刹 而正如冷冰气研究所之前那篇 谁说日本武士用内刹切副? 冷文章所科普过的那样 日本武士剖副其实并不会用斜刹 或者说切副文化与斜刹无关 日本剖副文化的流行 起源于公元989年 当时有一个无恶不作的大道 叫做藤原义 当他犯的罪行太多 终于引来官差上门抓捕的时候 藤原义大概出于反正跑脱掉了的心理 坐在家中吧 自己肚子抠开 甚至把内脏挑出来丢这官差 这一变态举动自然是轰动一时 结果大概连藤原义自己都没想到 他的这一举动竟然引领一场潮流 这种剖副的死法被认为非常爷们 开始被人们所模仿 就这样一直到了公元 1185年至1333年的连仓时代 当时因为战乱频发 这种剖副自杀的做法 开始广为流行 战败或者被俘的武士 会选择剖副自杀来谢罪明智 当时流行的方法叫做石纹自窃 一般是使用匕首长度的槐线 把肚子切个十字形状的口 让内脏流出来 但是这其实并不是酸致命伤 最终都是失血而死 在日本的连仓时代 当时鞋叉这种刀型都还没有正式确立 鞋叉的正式出现要到公元1603年至1867年的江户时代 德川幕府对日本使用的各种刀 进行了一次归纳整理 然后制定了一套配刀的制度 并把战刀明确按照任常分类为刀和鞋叉 至此鞋叉的形质才算正式确立 而且鞋叉的刃长一般30厘米至60厘米 加上刀柄其实全长也不算很短了 用于剖腹显然是闲长的 所以鞋叉自然不可能是作为专门用来剖腹的刀存在的 实际上剖腹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不少人高估了自己的勇气 剖一半太疼了后悔了 那个场面就没有丝毫的美感了 大家来看剖腹 是来看硬汉面不改色 把自己肚子切开还把内脏跳出来的 结果看到的是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喊得太疼了 我后悔不想剖腹了 这太扫兴了 于是出现了戒错人 专门请一个人在一边 等切腹者给自己肚子上来一刀 戒错人就立刻拿长刀砍死戒腹人 结束他的痛苦 避免因为戒腹太疼而露丑 然后发展出来 不能直接把戒腹人的头砍下来满地乱滚 那样不好看 要淋一点皮 让脑袋掉在怀里 而戒腹人也需要作证 死后身体不能歪到在一边 要仿佛自己捧着自己的脑袋一般 配合着流出来的内脏 这样才有美感 围观的吃瓜观众才会觉得好看 但是 即便随便给自己肚子上来一刀 也挺疼的 难以保证做得很正 所以到了鞋差出现的江湖时代 当时流行的剖腹方法叫做扇子切 拿个扇子在自己肚子上比划一下 做个切腹切成十字的动作 然后 记错人就可以砍头了 这样没有什么痛苦 不会疼得乱叫身体歪斜 尸瓜观众就认为很有美感了 而在鞋差出现之前 日本武士一般只是佩戴一把钛刀 因为在早期日本武士们主要是在马上进行战斗 钛刀主要是作为骑兵使用的刀 而且 跟我们印象中 骑兵对冲不同 早期日本武士更流行的是阵前单挑 就是所谓的一起讨 甚至不允许不是武士的雏青步兵插手武士之间高贵的对决 所以 在当时的日本武士并不会佩戴两把刀 最多随身多戴把割手级的匕首 一直到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到连仓时代初期 日本的战争才开始慢慢转为以步兵为主 于是 更适合部下作战的打刀 慢慢的淘汰了太刀 成为了主流武器 然后 鞋刹也开始和打刀一起佩戴 现在大家认识中 佩戴一长一短两把刀的日冷武士形象开始出现了 那么 步兵为什么要携带一把鞋刹呢 鞋刹最主要的作用 其实是作为一把备用武器 因为在激烈的战场上 因为要刀剑格挡 攻击铠甲 战刀其实是很容易损毁的 人称剑侯将军的足力一挥 在受到松荣九旧叛乱袭击的时候 将自己收藏的宝刀插在走廊上 与来袭的敌军决战 砍坏一把 就拔出另一把继续作战 根据记载 他一共砍坏了七把刀 然后才被叛军杀死 连全清朝野的将军收藏的宝刀 在作战中都砍坏七把 所以 武士们身上带一把备用的短刀 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而且 使用这种一长一短两把武器的 也不只是日本 武士 在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欧洲 也十分流行 使用长刺剑搭配左手短剑进行决斗 左手短剑主要用来格挡 欧洲甚至出现了 镂空仿佛输的一样的左手剑 用于卡住对方的剑刃 甚至可以直接折断对方的剑刃 所以 也被称为断剑器 Sod Breaker 但是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这种镂空仿佛输的般的剑刃 也只能是所拿刺剑的剑刃 如果碰到斩剑 这种镂空剑刃的强度 根本不足以抵挡大力劈砍 一个大力劈砍过去 这种镂空剑刃 恐怕自己会先折短 所以 这种左手短剑 主要还是用于决斗 而非战场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使用左手短剑 毕竟当时两人决斗 大多都是因为争风吃醋 在女士面前潇洒地拔出剑 就算输了说不定 反而还能赢得美人心 如果使用盾牌 那就得随身背个盾牌 身上跨把剑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背上背个对台的话 那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在COS归 先人 形象全没了 所以为了事 欧洲贵族们选择使用长短剑来进行决斗 中国双刀双剑则是另一个思路 使用两把一辆的长的刀剑 这样攻防变化更多 左手武器未必就是防守用 当对方注意力集中在右手上时 左手可以主攻右手进行防御 让对方根本摸不清两把武器 哪把主攻哪把主防 看过图卷中手持双刀的明军形象 那么为什么最后佩戴一长一短 会成为日本武士的固有形象呢 因为德川幕府在对刀型进行分类和规范的同时 还规定 日本只有武士阶层可以佩戴长刀 而不是武士的平民阶级 只能佩戴鞋叉这类的短刀 日剧猫士中 主角就因为穷困 所以只戴着一把大刀 没有佩戴鞋叉 猫士主角身边衣着光鲜的武士 则是佩戴两把刀 所以武士们为了显示身份 就一定要佩戴一把长刀 但是长刀在日常巷战 甚至室内战斗中施展不开 所以武士们也会再带一把鞋叉来应付室内 或是狭窄小巷中的战斗 说到底 日本武士佩戴一长一短两把刀 归根到底是为了面子和彰显身份 穷困武士只有一把长刀 不佩戴鞋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本文系冷兵系研究所原创稿件 主编云阔 作者人扎笑西风 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 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